英國內科頓海洋研究組織 與日本最大的非營利組織 日本財團 二十七號在倫敦宣布 將要進行一項 為期十年的海洋普查計畫 目標是辨識出十萬種未知的生物 讓科學家更瞭解深海生態 我們所居住的地球 百分之七十一都是海洋 浩瀚的大海裡 人類只認得出不到百分之十的生物 還有超過兩百萬的物種 有待被鑑定 英國的內科頓海洋研究組織 和日本最大的非營利組織 日本財團最新發起的海洋普查計畫 在高解像度海底影像 AI科技以及海水DNA定序 等先進技術的輔助下 預計將在十年的時間之內 將十萬種未知的海洋生物 一一辨識出來 規模創下史上之最 舉例來說 以前科學家發現一個新物種之後 至少都要花一年的時間才能明確描述 但如今利用像是海底雷射掃描 以及可以深入海平面四千五百公尺以下 並以4K畫質影像直播的潛水器等新科技 就可以直接在海洋生物的自然棲息地 進行研究分析 當前地球暖化日益家居 海洋生物遭遇前所未見的生存危機 這項大型的海洋普查 可以讓科學家對深海生態系統 有更深的了解 以便做出更好的保護 在海上的世界上 我們有一點 我們有的溫柱 為了水晴 它是胸質的 代表我們會失去 所以我們有的溫査 在海中的野生物 我們有關信能嗎 所以我們有關信讓海的新種 在海中的溫柘 海中的東西 長足不足 以為所有的 數個數目 為始終人而見 科學家 人們要視貼 所有人 恭喜新闻王国文编译